又一株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国内出现了 继9月28号呼和浩特时报告出首例病例后 10月11号BF.7又在深圳被检出 它的传播情况如何 与BA.5有什么不同呢 BF.7是奥密克戎BA.5变异株衍生的第三代亚型 它已席卷欧美多国 在美国 它成为新冠病毒检出比例第三位的变异毒株 在欧洲比利时的感染者中 BF.7已占到25% 德国 法国和丹麦占到10%左右 在中国至少已经有5个城市出现了BF.7病例 世卫组织发出警示 BF.7正全球传播 几周内火成主流 BF.7有哪些特点 从BA.2到BA.5再到BF.7 新的变异株不断内卷 病毒传播力不断增强 逃避免疫能力越来越强 这是因为BF.7获得了新的基因突变 它在BA.45基础上增加了受体结合育 RBD突变R346T 因此感染过BF.5的患者 仍有被BF.7感染的风险 同时BF.7的传播隐匿 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居多 很容易前行在人群中 打疫苗吃药还有用吗 疫苗通过诱导中和抗体其作用 如果中和抗体水平很高 虽BF.7有一定逃逸 但疫苗仍可以保护人体 不仅是疫苗 新冠口服药对BF.7仍有效 新冠小分子药物主要把镖是病毒复制酶 而目前看相关药物结合把镖味点 在奥密克戎上并未发现突变 因而对小分子药物的影响应该不大 面对新的变异毒株 专家表示科学佩戴口罩 仍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个人防护手段 也是最简单最方便最经济的防控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